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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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菩萨四种功德的第二种 我们看祭奏 无垢庄严光 一念及一时 普照祝佛会 利益诸群生 这个是天清菩萨的祭奏 我们看贪乱大师的注解 佛本何故其此庄严 见有如来眷属 欲供养他方 无量诸佛 或于教化无量众生 尺末比出 先南后北 不能以一念一时 放光普照 便知十方世界 教化众生 有初末前后相供 这个是 贪乱大师 还是按照这个格式 先讲到 他方个土 这个地方主要是指 我们这个世界 释迦摩尼佛如来的眷属 欲供养他方无量诸佛 或于教化众生 菩萨 菩萨到他方世界 无非是做两庄式 一个是上供祝佛 另外就是下化众生 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呢 前面都讲了 但是小菩萨 他不能于十方世界 广作佛式 或但身闻人天 所力狭小 我们学往生论 明天是我们第一阶段的圆满 明天就跟大家把卷上学习圆满 也就是把卷上天清菩萨的二十十首寄送 跟大家解释圆满 刚才中联法师 跟大家练练歌曲 看看明天我们唱 先唱了一段 这个 你自己反省 有什么感受没有 第一个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跟极乐世界环境的对比 第二个呢 是阿弥陀佛跟 释迦摩尼佛的对比 第三个呢 是我们这个世界呢 小菩萨小声闻 跟极乐世界的菩萨功德 都对比 所以这三种庄严 就把我们整个的 在娑婆世界生活环境 修学环境 同餐到有 乃至我们自己本身 通通都给做个对照 整个做对照之后呢 我们自然内心会有一个抉择 愿生安乐国 那么这个里面 国土十七种庄严 佛八种庄严 菩萨四种庄严 同学们每一首寄送 都去仔细玩味玩味 你在唱这个 《网声论》的时候啊 你就知道你在唱什么 我们在唱佛的世界 在唱佛 在唱菩萨 唱到阿弥陀佛八种功德呢 有阿弥陀佛的身 阿弥陀佛的口 阿弥陀佛的心 等等等等 当我们把这些寄送 有一定了解之后啊 你在生活当中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当然我们是专念 阿弥陀佛名号 但是有些地方 你想不开的呢 你可以唱唱这首歌 啊 他都有加持力 你在修学当中 遇到一些磨难 障碍 在信心受影响 或者方方面面 受影响的时候 你仔细看看这二十四首寄送 他就能帮你消业障 明天我们唱的时候啊 同学们感觉是在唱歌 实际是在消业障 啊 我们在 娱乐当中 这个娱乐跟一般的娱乐不一样 叫欲教娱乐 真正的修行啊 最快乐的是什么呢 唱着歌就成佛了 你看这个修行多好 一般通图法门呢 你唱着歌就不一定是修行啊 但是这个法门呢 它不一样 你唱着唱着歌颂极乐世界 歌颂阿弥陀佛 歌颂极乐世界的菩萨 唱着唱着心就归命了 唱着唱着业障就消除了 这是我们的 可能我跟大家学这个 往生论主要三会 这是第一会 我们唱 等到第二会的时候 把下见 卷下讲完了 我们再唱一遍 然后再讲对照的时候 再唱一遍 那大家唱的境界就不一样了 过去啊 你看 弘扬一种文化 或者弘扬一种精神 歌曲 歌曲很有作用 你看 我们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歌曲 比较正的歌曲呢 我们听了之后 《振奋人心》 《振奋人心》 你心情不太好的时候 唱一唱 嗯 心情都不一样 所以歌曲啊 它是一个 你看我们中国古人讲 《哋乐》 《哋乐》 《哋乐》呢 是规范我们的生 《哋乐》就是调我们的心 所以明天中联法师在前两天准备了一下 把这个歌词注上拼音 但是注上之后 我们去打印的时候有障碍 因为我的电脑跟那个打印机的电脑 它不是一个系统 一打开就是乱了 所以临时请我们马来西亚的同修 再打印了一遍 今天早上找人坐车烧过来 印了一百份 明天同修们拿到手之后 上面有拼音 中文不好的同修可以看拼音 我们来唱 不熟悉的呢 明天还有一个白天的时间 大家去熟悉熟悉 晚上我们唱的整齐 一致 庄联法师还提醒我们 提醒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明天同修都把自己 穿得觉得最庄严的衣服穿来 西服也可以 反正你觉得最庄严的 你的发型也调试调试 明天我们要上镜头了 不是我一个 明天我们全体上镜头 因为这个法会不是我一个人成就的 作为同修 还有护法 义工 我们在圆满的时候 一起上镜头 我们一起来 赞佛 赞法 赞胜 唱这个 祭送 是非常有意义 白天我自己还练 练唱了两遍 唱的心情 不可思议 同修们 我们唱完之后就挂到网上 然后大家也可以下载下来 自己听一听 做个参考 可能有唱得更好的同修 你自己在家录下来 自己唱 把它录下来 常常听 那我们这个 网声论呢 你就很熟悉 然后再听讲解 或者看注解 这一部网声论呢 净土法门都缩尽 唱呢 容易让我们背诵 记忆 所以 今天这个 我还跟马来西亚的同修打电话 我就告诉 我在电话里都教他怎么唱 他在修学当中呢 常常遇到有些人呢 来影响他的信心 一见面就说 你这个样子念佛 能往生吗 然后我就告诉他 以后谁要再跟你这么讲 我教你唱两首 两句 你就可以回答他 他说师父唱哪两句啊 我给大家唱一唱 同地水火风 虚空无分别 这些两句就够了 同地水火风 虚空无分别 这是赞叹阿弥陀佛的心 心的庄严 地 他不管轻还是重 都是平等的在父 水 不管是好的草 还是不好的草 他都去滋润 这是谭乱大师讲的 地水 火呢 火是不管你是香还是臭 通通都给你烧掉 风 风是不管你是睡着的 还是没睡着的 开悟的还是没开悟的 风一吹都开悟 虚空呢 虚空就是你心里面 想得通的 堵塞的 还是不堵塞的 都给你打通 我是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同学们你要会唱了 所有烦恼到你来 一唱就唱没了 当然了 我们不是让大家一直唱这个 唱这个 我们最后要回归到 这一句佛号上 整个网声论者 二十四首寄送 就是五念门 五念门就是五种念佛门 所以我们念佛就活泼了 平时一句佛号 遇到一些事情想不开了 那就二十四首寄送 相应的就冲上来了 那就是你的 我们说念一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拍二十五位大菩萨来霍悠你 这二十四首寄送就来了 你有什么疑难 障难 他就帮你化解 我跟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我自己慢慢的 我也有心结 学习当中就自自然然 就打开了 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加持 整个这部网声论 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拿摩阿弥陀佛 第一首就是拿摩 前面三念门 礼拜门 赞叹门 坐月门 就是拿摩 观察门 就是阿弥陀佛 回向门 就是我念阿弥陀佛 你听到了 就叫回向门 所以整个这二十四首寄送 就是拿摩阿弥陀佛 我们唱的时候 就把这个佛号分开唱 就唱 佛号一分开 二十四首寄送 一浓缩 就这一句佛号 所以同学们 我们念佛就有味道了 就法喜充满了 不是念这个佛 阿弥陀佛给我们 接到极乐世界了 我们才极乐受用 现前就有 现前就能解决 这个念佛对我们的加持 就不可适宜 那这个地方讲 见到有的如来 他的下面的菩萨 他要供养他方祝福 教化众生 有尺末比出 什么叫尺末比出呢 比如说一个法师 在这边讲经 你比如说我在这边 跟大家学 下个月呢 我可能要跑北的地方去了 这个地方就没有我了 叫尺末 我在中国又出现了 那比出 那先南后北 可能先在南方讲 后在北方讲 不能以一念一时 放光普照 便知十方世界 教化众生 有出末前后相顾 这个就是不能坚固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呢 同学们修学当中 有这个障碍 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是这样 那我们自己想发心帮助人呢 也是这样 你想两面都需要 都困难 你往哪边跑啊 我们有一个同学 美国也有缘分 马来西亚也有缘分 新加坡也有缘分 他就纠结了 哪个缘分呢 都重要 但是你又不能分身 不能分身就不能同时 不能同时呢 就得先南后北 就得此末彼出 这个就有障碍 阿弥陀佛看到了 大家看 事故心愿 阿弥陀佛就发愿了 愿我国土 诸大菩萨 于一念实请 便知十方 做种种佛事 事故言 无垢庄严光 一念即一时 普照诸佛会 利益诸群生 阿弥陀佛发愿了 那同学们要注意 极乐世界菩萨的功德 就是我往生以后 我就有这个本事 同学们 你要是学其他的大乘经典 这个是属他人宝 菩萨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说了半天 自己没有 但是净土法门不一样 这个就是讲我们 马上我就就这样了 不过不用再过多少年 我就这样了 我一到极乐世界 这个本事我就具足了 佛的发愿了 那阿弥陀佛一成佛 他的愿就成就了 这个愿力一加持 我就有这个本事 一时之间 同时辩共祝福 同时教化众生 那作为同学 你有孝心的话 你要不要往生 你要不求往生 你不孝 你不用再 你在家里面 你再怎么孝敬父母 你不孝 假如你知道 有极乐世界 是这样的世界 你不求生极乐世界 你是大不孝 你不知道 那就算了 知道你不去 那你是大不孝 那你只是想 照顾你的父母 照顾几年 以后就不想了 所以同学们 我们发心念佛 我们是打孝 我们不是要 一时一刻 照顾照顾父母 永远照顾 而且帮助他 解脱成佛 那对兄弟姐妹 你有没有 替呀 你要不求生极乐世界 你没有替 你也不是好哥哥 你也不是好弟弟 好也是假好 暂时好 这一世好 来世就不一定 那我再拓展开了 太太爱不爱先生 你要知道极乐世界 你不求往生 你不爱你的先生 先生爱不爱太太 先生要是知道 有极乐世界 有这个菩萨功德 有这一尊阿弥陀佛 你要不求生净土 你也不爱你太 你骗人的 这个一联系到我们生活上 同学们就知道 念佛往生多重要 我们怎么能是小秤呢 这是大秤当中的大秤 大秤你还需要修炼到一定程度 才有这个功夫 这个是我们直接 佛就给我们了 然后我们就能把它传达到 跟我所有有缘的 包括没有缘的 一时便智 便共诸佛 所以同学们呢 真正有爱心的人 那个绝对念佛 除非他不知道 真正懂得孝顺的 真正有爱心的 他一定发心念佛 那发心念佛的呢 一定有爱心 现在没有 很快就有了 现在心量小 只想自己 没事让他念着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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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阿弥陀佛一接过去 没爱也有了 大一门成就 所以这个是 我们仔细体会体会 极乐世界这么好 要不要去 过去一些 祖师大德讲 不求生极乐世界的 非于即狂 不是一次就是狂吗 敢如螳螂 像螳螂那小胳膊 还要跟 还要跟大象 比伙比伙 我觉得我挺厉害 大象一来 踩扁了 碾碎 根本就不是 不是对手 但是大象没来 没看到大象 还以为自己 你看我的小螳螂哥 觉得还挺硬 收拾收拾 这个欺负欺负 蚊虫还可以 大象来了 它就不行了 前面来个火车 螳螂还要拿胳膊 把火车推住 那就是不自量力 佛告诉我们 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 证得圣果 如断四十里瀑布 瀑布四十里长下来 我们给它截断 这个叫 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那是不可能的 底线 谭乱大师设了个问答 问于 上章云 身不动摇 而便知十方 不动而知 岂非是一时一夜 与此若为差别 答曰 上但言不动而知 或荣有前后 此言无前无后 视为差别 亦是承上不动意 若不一时 则是往来 若有往来 则非不动 视故为承上不动意故 虚观一时 这个一读大家都明白 这个第一和第二 它是一定要有的 要不然的话就动了 不是同时呢 先这边后这边 那就动了 有了这个第二 同时力生德 那第一个 不动便知德 这个就成立了 那同学们 你看看 观世音菩萨 是不是这样 你看极乐世界 菩萨是德吗 你看观音菩萨 是不是 观音菩萨 曾经说过 说众生若有极难恐怖 念我名号 念三声 我不道的话 那观音菩萨就说 那我就不是观音菩萨 那阿弥陀佛呢 阿弥陀佛不用三声 也不用一声 刚要想要念 阿弥陀佛就来了 还没念出来呢 阿弥陀佛就来了 阿弥陀佛会讲 这个名号 就是佛 所以这个介绍 菩萨四德 观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 我们就知道 这些菩萨 都有这个能力 好 现在我们看第三 同学们看 无余 供佛德 与天月花衣 妙香等供养 占祝佛功德 无有分别性 这个是寄宋 大家看下面 谈乱大师的注解 佛本何故 奇耻庄严 见有佛土 菩萨人间 志趣不广 不能辨知 十方无穷世界 供养祝福如来大众 或以己土 慧拙不敢相依 敬相 或以所具清净 彼薄慧土 以如此等种种局分 于祝福如来说 不能周遍供养 发起广大善根 这个是菩萨的志趣不广 我们先不说菩萨 我们就联系联系 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 那个广大的志趣 有的时候我们 在生活当中 我不知道大家 我在读完了凡事讯的时候 我就知道自己没有福报 为什么呢 我就是没有耐心 嫌麻烦 一麻烦了 这时候我就不愿意做 知道这个习气想改 也不容易 有的时候一说 太麻烦 算了 一发心做个事情 一听说 哇 这么麻烦呢 马上就退心 那到处去讲经呢 这里面就有分别了 有的地方 嗯 不错 有的地方 哎呦 差 有的地方人 嗯 很好 有的地方人 嗯 不好 凡夫 他都有分别 也有一些同学问我 法师 你喜欢什么地方 我就回答他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我们中国人都是 他不管地方好坏 首先人要和 人事环境要和 即使那个地方差一点 我也愿意住 哇 这个地方很好 但是里面人不和 过得很累 那这个呢 都是小心胸 自去不光 啊 我们念阿弥陀佛 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得到这个法门的利益 我们安心了 那同学们常常读读 这个往生论呢 他就会加持我们去发心 啊 只要有些 只要有缘 有些地方有缘 能够介绍这个法门 我们就应该去发心 推动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太 我们说太好了 第一个好 是什么人想要 什么人就能得到 第二个好 就你得到的是圆满的 一点缺陷都没有 啊 所以我现在听到 看到那个 同地随火风 虚控无分别 我看这两句 这两天 看这两句 特别有感觉 啊 可能过一个月 看另外两句 嗯 又有感觉 就你遇到不同的缘分呢 啊 他的相应的那个寄送 就会放光 啊 就会加持 底下讲 供养祝福如来大众 或以基土 汇拙 不敢相意 尽相 这个是自卑 啊 我们在一个穷山辟养 待久了 突然间让我到大城市 哎呀 也不适合 啊 到那边就显得自卑 那你问哪来的啊 啊 我是哪哪来的 乡下人哪 啊 成年一说完了 我们就自卑了 啊 有的人就傲慢 啊 一问哪来的 嗯 某某城市来的 哇 他就傲慢了 啊 又瞧不起乡下人了 所以这个 在我们这个世界啊 这个分别心 非常严重 啊 所以 无量寿经常讲 心不公高 义不下列 在阿弥陀佛这个地方 大家都平等 啊 我们 大家都发心念佛 最重的跟最轻的 人善的跟人恶的 啊 是香的还是臭的 是开悟的 还是没开悟的 到阿弥陀佛这里面 平等 平等呢 大家这个 生活就安乐 只要不平等 大家就不安乐 啊 所以同学们 在这个世间 有的时候 我们要说一些 是非 因为他就有善恶 是非 但是在念佛 往生上 同学们要注意 完全平等 啊 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啊 啊 需要 遵守这个世间的 法则 你比如说 我们要 成立一个道场 那道场 它就有这个 有道场的规矩跟层次 啊 它有领导的 有被领导的 啊 分工合作的 啊 你一个家庭 也要有层次 叫长幼有序 这是我们这个世间的法则 你不能破坏 现在很多人学佛 就是给搞乱套了 平等 好 回家都平等吧 儿子跟老爹平等 啊 这一平等 家就乱 兄长跟这个弟弟 他也平等 平等是 是平等 但是那个 长幼还是有层次的 啊 这样的话呢 才能保持我们这个时间 相对的一个稳定的相 啊 但是在往生这个事情呢 啊 有的时候是像我们大家在一块儿学习 我说一些 啊 某某某某 什么情况是不如法的 并不是说不能往生 是为了提示我们怎么样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佛教形象 体系 传承体系 使这个法能够久住世间 啊 那需要介绍因果啊 善恶啊 是非啊 大家要分清楚 但在念佛往生上 大家是平等的 啊 也不是说某人放错误了 他就不能往生了 哎呀 某人做得很好 他就怎么怎么样 啊 他不念佛也能往生了 也不干了 也能往生了 也不是这样 啊 前两天看到了 释迦牟尼佛儿子都下地狱了 所以跟佛进 也会空过呀 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困难 这些方面呢 同学们细细地去体会 你这个愿往生心 他就会自然恳切地显发出来 这个是会土的不敢向净土 净土的呢 又彼薄晦土 以如此等种种局分 这就是业障 于诸佛如来所 不能周遍供养 发起广大善根 第一个呢 缘分没有极乐世界那么好 第二个呢 我们善根呢 很不容易发起 增长 底下阿弥陀佛就发愿了 事故愿言 我成佛时 愿我国土 一切菩萨声闻天人大众 便知十方 一切祝佛大会触手 与天欲天化天衣天香 以巧妙便词 供养赞叹祝佛功德 虽探惠土如来 大慈千人 不见佛徒有杂毁相 大家看这个 前面一读大家就懂了 这个地方 虽探惠土如来 惠土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 大慈千人 同学们如果从前面学到现在 你就能看到了 释迦牟尼佛真的是大慈悲 而且还要什么呢 谦虚 不但谦虚还要忍让 我看到这几个字就非常惭愧 佛之所以能在我们这个世间 建立三宝 建立佛法 就是释迦牟尼佛有这四个字 第一个是大慈悲心 第二个他谦虚 你看佛慈不慈悲 直到我们这个世间众生 对佛如来 一点恭敬心都没有 佛还是来 不恭敬就算了吧 还捉见你 捉见你就算了吧 还要干掉你 你看提伯大多 多么凶狠 那这样呢 要是我们同学们 假如有一个地方 现在要你发心去红华 那边有要干掉你的人 有要捉见你的人 有要羞辱你的人 有要破坏你的人 你还去不去 你还去你去 我不去 我们马上就退心了 这样我还去干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菩提心呢 发不出来 虽然跟大家讲 讲我现在还是发不出来 那好好念佛吧 在这个世界就在 因为为什么发不出来呢 因为我太重了 我的面子啊 我的见解啊 我的思想啊 我的身份啊 我怎么能低头呢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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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进去了 那怎么办呢 就多念佛 求成净土 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想把它破掉 太难 但有种情况也挺奇怪 有的时候我们念佛呀 佛力会加持我 我刚出家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佛力加持没体会到 失力加持体会到 什么叫失力加持 就我师父的力量加持我 我体会到 我刚出家的时候在寺院里面 哎呀我现在就跟大家献丑了啊 把我以前的丑事抖一抖 我刚出家的时候啊 发的心挺勇猛 要好好修行 但是脾气也不好 有一个同餐道友啊 有一次我在寺院里面 我是管仓库 但仓库留意结缘品呢 开法会的时候 我就把结缘品拿出来 分发结缘品 那斋堂的典座师傅呢 就跟我讲 先给他一批 因为这个厨房里面很多医工很辛苦 我呢就太忙了 就没他跟我打招呼 我都理都没理他 然后这个典座师傅就生烦恼 他都说东北人啊 性格耿直啊 上来一脚就把我的房门踹开了 然后拿着这个宅堂的香板 就指着我的头 那意思是生烦恼了 要修理我 要加持加持我 那个时候我火气也上来了 哎呀还这么加持啊 这么加持 那我也不接受 我也反加持你 那我们俩就对着加持 就要动手了 后来还是按捺住了 没有动手 这个法师就下去了 下去了 中午吃饭了 要过灾了 过灾了 我跟他吵架了 我还下去吃饭呢 我又不下去了 不去摘他了 饿死也不去 这个法会的时候 我师傅正好在寺院 我师傅一看 哎 这个打板了 过灾了 怎么不下楼啊 我说不去了 不吃了 然后其他可能有一些同餐道友 就告诉我师傅 发生什么事情 我师傅从我出家 就从来没跟我说过 就从来没那么严厉批评过我 也没严厉跟我说过 没有严厉跟我说过话 都是很温和 我师傅对我是最好 我自己心里知道 那个时候跟着师傅已经 有个六七年了 但是没出家 出家是刚出家 但是跟着师傅也有六七年 认识六七年了 我头一次看到师傅发脾气 对着我就 下去 非常严肃 我一看 我从来没有 我突然一来一下受不了 下去吃饭 我说 我那个心力就不够了 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了 刚才不去 下去吃饭 好 下去吃饭 下到灾堂里面呢 点这个时候一看我来了 我们俩刚刚斗完呢 他一看我来了 我也看到他看到我了 我就坐在那地方 因为已经过完宅了 到后面我坐在那地方 应该是其他的一些 形堂的法师来给我们 盛饭 结果这个点做师傅 你们别动 我来 他拿着这个饭 这个盛饭的盛菜的盆 就过来了 过来之后 就往我那里放菜 然后他就取饭 往我那里放饭 我说哎哟 我这心里就惭愧了 这怎么亲自 我现在要来骂我 结果亲自来给我盛菜 盛饭 后来我才知道 这法师非常感动 盛饭法师太有心胸了 刚才我那么指着他 他还能下来吃饭 我佩服 他这一说完了 我说哎哟 太惭愧了 我不是 我说师父 所以其实我没有这个量 没有这个心胸 所以我师父 现在前几天 已经到极乐世界了 我师父 从我一生当中 接触我 只发过这一次脾气 这个 发过这一次 记得才牢啊 我才感觉到 哦呦 这个是加持 要不然我们就结怨了 结怨是小事 我可能都饿死了 你不下意吃饭 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事情 我记忆很深 所以人当退一步的时候 真的是海阔天空 但是退一步 同学们 嘴上说容易啊 谁退啊 跟别人讲 退一步海阔天空 自己呢就停留在 死磨痛里面 别人憋屈的时候 我们说退一步 我们劝别人 看着可 豪言壮语 到自己 真难啊 退那一步 真难啊 我要是没有师父 这么加持 我是绝对不会退的 你不服 我也不服你 现在这个习气 也很重 所以我们多念佛 可能在我们生命啊 人生的一个节点的时候啊 可能你的一念之差 你的人生命运会走向歧途 那要念佛呀 佛会在我们生命转折的地方 给你 你往那边跑 你给我过来 就过来了 你的人生就步入正道 所以同学们 你看我们的习气很重 念佛呀 可能在你人生很抉择 重要那个转折点的时候 佛会 哎 导正一下 跑偏了 哎 导正一下 佛就会加持 我遇到 在国内遇到一位法师 我这个人不容易谦虚的 就谦虚了一分钟啊 我就遇到阿弥陀佛的宏愿门了 那一分钟 我要是一激动 你说什么的 没有道理 那就完了 我就继续再搞自立 继续用螳螂的手臂 再继续前进 那一分钟的谦虚 让你踏上弥陀的宏愿船 让你靠上佛力 你一生的这个大事一办 不受后勇 马上就安息 所以同学 有的时候 我们一分钟的一个清凉 一分钟的一个柔软 我们的命运就彻底改变 可能你要无量节的生死 就这一分钟的柔软 谦虚 耻忍 就让你的命运彻底改变 不是这一生 生生世世的命运 所以同学们 佛力加持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怎么样得到佛力加持呢 非常容易 张嘴就可以 你先张嘴累啊 你要念佛机张嘴 你听 这个佛号啊 常常念 佛力就加持我们 所以这个是大慈千人 不见佛徒有杂慧相 再往下看 虽探净土如来 无量庄严 不见佛徒有清净相 何以故 以诅法等故 诅如来等 事故 诸佛如来 明等觉 等就是平等觉悟 如来 他就有这样的境界 我们是说说而已 现在是说说而已 但是我们发愿求生净土 很快我们也 被佛力加持 入这个境界 若于佛徒 起优劣心 假使供养如来 非法供养也 事故言 与天月花 以妙相等供养 占祝福功德 无有分别心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他为什么供养佛了 也不是法供养呢 就是有分别心 分别心就是我们的痛处 作为同学 我们这个世界人 最大的最严重的痛处 是什么 分别 说了的时候呢 也改不过来 只是我们能 假如能让他淡一淡的话 我们日子就非常好过 现在我们这个世界 为什么斗争兼顾啊 就是分别出来的 佛门外面是这样 佛门里面也这样 分别是难免的 但是我们自己要能够 尽量让他淡化一点 或者我们尽量啊 让他模糊一点 别那么太严重 太严重太敏感 我们就很累 就很辛苦 其实 其实工作呀 这个时间长短 它压力还不算大 关键就是你这个心里面有压力 或者有无形的东西 你心上放不下去分别它 你就压力就非常大 所以这个念佛就有好处 读经听经就有好处 但是读经听经啊 你要走对路子 走不对路子啊 那分别心更严重 一开始不知道 佛法的佛门里面的规矩 不知道啊 还挺虔诚 知道多了 哎呀 就开始分别了 你这儿不懂规矩 你那儿不懂规矩 你这儿又怎么样 那儿又怎么样 也很累 所以这个法供养里面 它有无有分别 那我们现前呢 就是它无有分别 就是说我们这个分别很重 那我们在这方面就要淡薄 淡薄呢 我们自己日子好过 在我们身边的人呢 压力也会减轻 所以这个里面最重要的 无有分别性 下面同学们看第四 便是三宝德 何等世界无佛法功德宝 我愿皆往生 是佛法如佛 就是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呢 去弘扬佛法 这个是更艰苦 大家往下看 佛本何故其此愿 见有软心菩萨 但要有佛国土修行 无慈悲兼劳心 软心菩萨呢 就是后面讲的 没有慈悲兼劳心 他去修行 要去有佛国土的地方 当然现在我们就要 我们就是这个软心菩萨 所以我们要认清楚 我们不能自己 把自己看得太高 说软心菩萨 这都是客气呀 善导大师就不客气了 善导大师一说 我们直接就说了 罪恶生死凡复 那这样呢 我们就要去求生 有佛国土的好环境 去成就了 然后再去度众生 那同学们 这一段是什么呢 这一段是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这个时间 修行很不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呢 大多都是软心菩萨 所以同学们要注意 我们在这个时间 你比如说人和人相处 我们都是软心呢 所以要互相体谅 互相尊重 不能光让人家尊重我们 我们也要去尊重别人 你说我软心呢 你要尊重我 要不然我兼顾不起来呀 我发不起来大心呢 你要知道对方也软 我们都不行 我们都是很弱的人 所以都是很弱的 所以我们要配合 要团结 一般人呢 都想到自己不行 然后让别人怎么样 支持我 那我们要想想 别人也不容易呀 这样大家互相扶持 互相尊重啊 我们说的这个友谊也好 友情也好 爱情也好 或者父子之情也好 他能够健康成长 不能一面热 就是我们不能老要求别人 也要想一想 别人也不容易 我们学到这一地就知道 我们娑婆世界呀 别够别说是菩萨了 菩萨都不容易 都要会退心 何况我们这些凡夫呢 所以凡夫之间呢 同学们你要想缘分好 真的要跨出一步 多替别人想 你身边的人 你要多替他们想一想 你的缘分就好 你替别人想啊 就会感染到别人替你想 但是你说了 我是说一说 你不能那么帅 我替你想一回啊 记住了啊 那你以后别替我想了 我受不了 这个就是我们默默地去做 讲呢又没办法要讲出来 但做的时候啊 就是不要说出来 也不要表白出来 我们就默默地做 路遥知马利 日久见人心 到一定时间 大家能有心交心的感觉的时候 那就是人生得意知己足以 那你看古人说这个话呀 我们听的 大家要会听啊 就这个世界是个多么倒霉的世界 活着一辈子 得一个知己就够了 我们多穷啊 人生多么苦恼啊 你看西方极乐世界 哪有这些事情 就是我们这个世间 事情多呀 阿弥陀佛看得很清楚 一看不行啊 这些是娑婆世界众生啊 烦啊 这一生呢 缘分很好 跑到一家了 甚至是夫妻恩爱 来世就变成大冤家 怨从亲来 这一生有多亲爱 你要是不往生 来生那个称恨就有多重 从小危起 成大困惧 看无量寿经上讲的 就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流弊太多 后遗症太多 现在享受几分欢乐 后面一大堆的后遗症 没完没了的后遗症 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受乐常无见 我们看佛发愿了 事故心愿 愿我成佛时 我土菩萨 皆慈悲勇猛 同学们 到西方极乐世界啊 你干什么事情啊 你不那么累 为什么呢 身边的菩萨都慈悲 都勇猛 我们这边世界呢 身边的呢 都不慈悲 都不勇猛 所以你说话要注意哦 不小心得罪哪个了 麻烦了 说着无心 听着有意 你做个动作了 没做好 旁边也生烦恼 可能别人说一句话 哎呀 我也生烦恼 我们都太弱了 经不起 人家说一句话 就给我们推了半个月 也缓不过来 多么弱呀 一句话 我们都受不住啊 我听国内一个老教授 讲这个传统文化 他讲得很有意思 在电梯里面 一个老板 带着 带着一个秘书 然后进了电梯 电梯里面就有三个人 他俩进去了 里面还有一个人 这时候电梯里面 就出了个声音 放屁的声音 然后这个老板的秘书说 不是我放的 出了这电梯 老板就告诉他 你去找会计算账 走吧 这个秘书说 真不是我放的 那老板说 我放的 不是你放的 你就别说话呀 他就问老板 那不是我放的 为什么要给我解雇了呢 那老板说 屁大个事你都承担不了 你还想干什么 这点事你都承担不了 马上就清白 不是我干的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生活当中 一出问题了 不是我干的 马上把自己就搞出来了 所以我们都很柔弱 一个柔弱 再一个不慈悲 先把自己解脱出来 没有我事 这个事不赖我 一发生事情 不赖我呀 你看就把我揪出去了 那这个人 你看看 关键时刻 你能靠得住吗 老板为什么把他炒掉啊 这点事你都不能担当 以后我能给你什么重任 所以小事就能看出来 我们很柔弱 所以学佛的人 念佛的人 我们真的深入经典 好好反省 好好忏悔 好好改过 不是说我们没有福报 都是有缘由的 我听了这个老教授一讲 是啊 怪不得自己 怪不得我们一直被人 不被人重用 怪不得我一直不遇贵人 怪不得我 这回就知道了 你慢慢看看 听听就明白了 你把这些事情调整过来 你就有福报 我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 读书 我们看电视连续剧 就我那个年代 看的是上海滩 看霍元甲 看陈真 我不知道新加坡 有没有缘 那一批电视 交出来了 我们是什么 就打群架 我是斧头帮的 你是什么帮的 所以读书的时候 就分 学校南面一派 学校北面一派 这个学校 那个学校 有时候一打架呀 哎呀 那个对方的人多 要追过来了之后 我那个时候就看到 能看到同学 哪个是真朋友 我有一个同学 我看到我非常赞叹 对方要打我们了 他不跑 他在我们学校 跑的是最快的 运动会 跑步 他是最快的 但是对方 很多人过来 打我们来的时候 他不跑 他等到我们这些同学 最后一个走了 他是最后一个走 有的一看 我一回 那同学哪去了 跑没了都 那我这个同学 我就从小我就看 这个人是可教的人 不用太大事 小事就能看得出来 有的人平时说的很好了 你看那边 哇这么多人呢 再回头找 他没了 他早就跑了 就是软心 不慈悲 不勇猛 我们世间话讲 不讲义气 不够意识 那大家都学佛了呢 都能有担当 都能替别人想 都有担当 大家在一块 和和的 去成就一个法门 去护持一个法门 弘扬一个法门 尤其是我们知道 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这么好 共同来 我们在这个法门里面 受益 然后在这个法门当中 发心 鸿护这个法门 所以你看 阿弥陀佛的 成佛是 我土菩萨 皆慈悲勇猛 坚固志愿 能舍清净土 至他方 无佛法生处 助持庄严 佛法生报 是如有佛 是佛种 处处不断 是故言 何等世界无 佛法功德保 我愿皆忘生 是佛法如佛 同学们 你看看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在一块 有没有味道 我们现在发愿 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我们大家都是 共同的志愿 共同的方向 我们有佛力的加持 我们在这个 经典的熏陶当中 同学们 我们经常念佛 我们的心力 会越来越强 慈悲心 会越来越念得出来 所以同学们 你常常念 当你越坚强的时候 你越能感受到 佛菩萨的加持 叫自助者天助 自助者佛助你 你自己不能放弃 你自己 在多大困难的时候 你都要坚持 尤其是我们 鸿铺这个法门 可能遇到一些障碍 你就要坚持 阿弥陀佛对我们够意思了 我们对阿弥陀佛也要够意思 也要发心 要坚固 要勇猛 鸿鸿鸿这个法门 但是我们这个勇猛 不是有有无谋的那种 蛮干 我们要有体系 我们鸿鸿鸿鸿这个法门 要有经典的依据 然后要有祖师的传承 在这方面我们要坚固勇猛地去弘扬 坚持 你看这个菩萨最后这一德 给我们实现多好 到没有三宝的地方 去实现建立佛法生宝 那才艰苦 有了我们去随洗随洗 那都是比较容易的了 没有的去建立 那就相当困难 尤其是一个地区还没有这个法门 你去建立 而且这个法门又很特别 坦乱大师讲 非常之语 不入常人之耳 可能你在这个地区刚建立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你不正常 其实就你一个正常的 其他的都不正常 因为你弘扬的这是佛法 一般人受不了 你要给他五戒十善 世间善法 他觉得听着还有点道理 有道理 你给他一下成佛 他受不了 他超越他的这个思维范围了 这个就需要有经典的依据 有主师的传承 我们从这个地方 虽然领会不了 体会不到 但是呢 也接受了 这个传承呢 就是真正的护法 所以我们弘扬这个法门呢 要依据经典 依据主师的注解 传承 我们就安心 我们学的时候有天清菩萨的 网上论 然后台乱大师的注解 通过这个网上论注 认识净土 经典 佛介绍的极乐世界 是什么样一个世界 阿弥陀佛是怎样一尊佛 从这个里面我们根扎的就很牢 因为我们有经典依据 因为我们有传承 有主师的传承 所以我们就不被别人所破坏 叫不可破坏 不可染物 观彼世界像 胜过三街道 清净功德就成就 作为同修 你发心念佛求生净土 你就是清净人 但是现在看不出来 现在看是绘土假明人 但是你里面呢 是净土假明人 你里面已经 骨子里面已经不是这个世界人 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报道了 注册了 挂号了 就等时间到阿弥陀佛来接了 那到这个地方 观菩萨是种庄严功德成就 弃之于上 次下试句是回向门 同修们看下面这试句 到这个地方就观察门圆满了 下面这一首寄送叫回向门 大家看第49页 五回向门 我作论说记 愿见弥陀佛 普共助众生 往生安乐国 这一句大家跟第一句对比一下 第一首寄是 世尊我一心 归命尽十方 无碍光如来 愿生安乐国 这个是天亲菩萨自己愿生 自度 到这个回向门呢 普共诸众生 往生安乐国 这个时候就大家一块去 我前面第一句我要去 然后告诉大家一起去 这就叫回向 同修们你看这个 我们这个法门回向 好不好回向 自己去 就求求净土了 自度了 然后 一起去 这就叫回向 就这么容易 你度你家里的人呢 就是告诉大家 一起求求净土 这就是回向 就把阿弥陀佛的功德 回向给他了 这个功德是圆满的功德 大家看 谭乱大师有一句注解 此四句是论主回向门 回向者 回己功德 普世众生 共见阿弥陀如来 生安乐国 普世众生是什么意思呢 己功德就是他 天亲菩萨自己学习净土山经 知道阿弥陀佛的功德了 这个法门的功德了 普世众生 就是把这个法传给众生 所以作为同修 我们把这本书 多翻印送人 讲经的光碟 多翻印送人 这方面的资料 多翻译送人 这就要回向 我自己不会讲 我把会讲的人请来 后来把会讲的人的光碟请来 然后介绍给他 这个都是回向 那么底线呢 这个看这个 无量寿修夺罗章句 我已寄送总说境 到这个地方呢 天亲菩萨往生论 卷上就圆满了 但是后面呢 有最著名的八番问答 这个是 谭卵大师设的八个问答 这八个问答 主要就是跟我们讲 你看 第一个 何等众生问答 就什么人往生呢 普共助众生 这个助众生是谁呢 有没有我呢 所以这个八番问答 也是很著名 帮助我们 断移生信 让我们知道啊 这个诸众生 我们在其中 所以就能够同生安乐国 下面看这个八番问答 同学们看第一个 一问曰 天亲菩萨回向张宗言 普共诸众生 往生安乐国 此指 共何等众生 是跟什么样的众生 往生安乐国呢 答约 按王舍成所说 无量寿经 这就是我们平时 所说的那本 无量寿经 佛高阿难 十方横河沙 祝佛如来 皆共称探 无量寿佛 微神功德 不可思议 祝有众生 闻其名号 信心欢喜 乃至一念 自心回向 愿生彼国 即得往生 祝不退转 为处 忤逆 诽谤 正法 这是无量寿经 的经文 按此而言 一切 外凡夫人 皆得往生 这个话是 谭卵大师说的 按呢 就是依据 这段经文来说 一切 外凡夫人 皆得往生 外凡夫人 就是我们 同学们看好 谭卵大师说 凡夫往生 我们看 散导大师的 观经四帖书 也讲的 一切善恶凡夫 得生者 莫不结称 阿弥陀佛 大愿业力 为正上缘 凡夫啊 这个一说凡夫啊 同学们 高兴不高兴 一说凡夫啊 我们特别高兴 为什么呢 我就是凡夫 不用要搞到 什么程度 像快接近 圣人了 才可以 而且散导大师 说的更直 一切善恶凡夫 哇 还有恶凡夫 得生者 再往下看 又如观无量寿佛经 这是我们学过 观经四帖书 有九品网生 下下品者 的确是举这段经文了 下品下生的这段经文 会有众生做不善业 五逆十恶 拒诸不善 如此于人 以恶业故 应多恶道 经历多结 受苦无穷 如此于人 临命中时 欲善之时 种种安慰 为说妙法 教令念佛 此人苦逼 不狂念佛 善有告言 如若不能念者 应称无量寿佛 如是自信 令生不绝 具足十念 称 南无阿弥陀佛 称佛名故 于念念中 除八十亿劫 生死至罪 命中之时 见金莲花 犹如日轮 筑器人前 如一念请 吉得往生 吉乐世界 于莲花中 满十二大劫 莲花方开 观世音大师志 以大悲音声 为其广缩 祝法实相 除灭罪法 文以欢喜 应时激发菩提之心 是名下品下生者 这个是节路 观经里面 下品下生 这一章的经文 以此经证 明知下品凡夫 但令不诽谤正法 信佛因缘 皆得往生 你看前面那段经文 讲一切外翻夫 皆得往生 那我们看 他跟里面 可能没说善恶 但观经就直接说了 你看这个下品下生的 或有众生 做不善业 五逆十恶 拒诸不善 五逆罪也造了 十恶罪也造了 而且都拒诸了 拒诸不善 如此于人 你看又于又恶 这样的人呢 临终的时候遇到善知识 这个地方讲 大家看四四九页最后一行 维说妙法 种种安慰 维说妙法 教令念佛 教 教可以不学 令呢 令就不能不听了 命令就是命令 那教令念佛呢 这个人呢 苦逼 他念不出来了 这个念好像我们容易误会 心念 当一个人很痛苦的时候 这个心他就控制不住了 我自己亲身有经历过 我刚出家的时候 那个时候念佛 我也很猛力啊 领着念佛的同修 连着打好多七 打完一个佛七 又打一个佛七 打完一个佛七 又打一个佛七 我走路走到这个脚指甲 走到脚里面去了 就是大脚趾的脚指甲 就走一走走走 那脚指甲走到那个肉里去了 到医院就动手术 我那都是打好几个起了 因为这个脚指甲 长到脚指里面去了 他天天流血流能 走路啊 挖着都是湿的 最后受不了了 到医院去动手术 动手术就是拿那个刀 把那个脚指劈开 那个脚指甲夹出来 那个刀伸到 他给我先拿一个针 在大脚指上打一针麻药 就是不痛了 然后拿个刀 把那个脚指切开 那个脚指甲给他夹出来 因为给脚动手术 我能看到啊 打麻药是不痛了 那刀伸进去了 我看到了 你要不要我看还行啊 但是我的脚啊 我知道 你伸到别人脚 我都受不了 你要伸到自己脚里面 我当时就喊了一声 但不是阿弥陀佛 那喊得比较难听了 我们东北的口头人 我就不学了 我旁边有个法师 哇 你怎么喊这个 不喊佛了 我一下一提醒 我一下反应过来 是啊 没念佛 我一下喊妈去了 那个是平时的习气 你看那个 那跟死痛苦 那差太多 那根本就不痛 只是看到害怕 看到刀伸到脚里面 是自我自己的脚啊 他就感觉着不一样 那你看那个苦逼的时候 他心里面 他就没办法去设心 在干什么 所以 不狂念佛了 善有告言 如若不能念着 这段话很重要 所以我们这个法门 为什么容易呢 应称无量受佛 如是自信 令生不绝 具足十念 你看底下 称 南无阿弥陀佛 称佛名故 于念念中 出八十一节生死之罪 所以同学们念佛呀 你一张嘴念 就灭罪了 而且这个八十一节 生死中罪 是告诉你 这个不光是灭这些罪 你要明白这个法门 真正看明白 祖师的注解了 这是灭的就不可思议了 往生到极乐世界 没有罪了 你带多少夜去 到那边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边是清净功德成就 量功德成就 性功德成就 前面的几个功德一成就 你去了 就是这样 不清净的人去了 一定清净 为什么呢 因为他清净功德成就 庄严清净功德成就 不慈悲的人 但那边一定慈悲 为什么呢 性功德成就 再坏的人 你怎么样 要不要让他变好啊 你就教他念佛 到时候他就变成佛 你要让他变成好人 比让他变成佛 难得多 所以同学们 有些人呢 他是比较饿呀 他习气比较重啊 你也不要把他非要修理成 圣人闲人 你修理他 他会修理你 你怎么办呢 你善巧的 劝他念佛就好 他不念怎么办呢 不念 你念给他吧 回向给他 假如有缘呢 他临终的时候啊 你去送一送他 你想按照这段 我们净土法门的注念 就从这段经文传出来的 这段经文就是我们注念的传承 我们有经典一句啊 下品下成的人 你看看是不是命中的时候 欲善之时 种种安慰 维缩妙法 教令念佛 我遇到一个同修 他说他劝他父亲念佛 他说师父劝不了啊 第一个我是他儿子 我得听他的 他不听我的 但是我特别想父亲 也念佛往生 我就告诉他 那你等吧 他说等什么 我等你师父亲走的时候 你父亲现在你能照顾 在你父亲临终的时候 你一定在身边 你给他如法的注念 你父亲还能往生 你要不相信我的话 你看看观经下品下生章 就这段经文 所以同修们 你要是孝顺的话 父母还在的话 现在就劝他念佛 劝的时候要散巧的劝 别像命令 命令是什么时候 是临终的时候令 不是现在的时候令 现在令啊 那父母就生烦恼了 理解不了的会生烦恼 现在呢 他劝能听就听 不能听 让他有个印象 念佛好啊 然后别甜甜的 别一天六次 那他就看你不好了 再过下个礼星期 念佛很好啊 多念佛 他觉得一个星期受不了 一个月以后来一次 就是让他有点信号 然后他要是能听念佛机更好 就有点信号 这个都有加持力 或者你潜移默化的 放家里面放个佛号 南无阿弥陀佛 哇 贴墙上 他偶尔看一眼 都小业障 或者你唱歌唱得好听 你把《网声论》唱一遍 给他听一听 这个都小业障 或者你选择一个很好听的 唱阿弥陀佛号的音声 给他听 给他熏陶 然后临终的时候呢 按照经典上 给他讲的去祝念 他到最后不能念了 你替他念 六字鸿鸣 意义出口入耳 出谁的口都没关系 能入他的耳 这个佛号就熏悉他的神识 就加持他的神识 佛号在就是佛在 佛号道就是佛道 昨天有一个同修 问我个问题 他说他有两次见到阿弥陀佛了 第一次见到阿弥陀佛了 跟阿弥陀佛表达要去极乐世界 结果一年后阿弥陀佛就来了 他觉得阿弥陀佛来得太早了 他还有小孩子啊 还没长大 还有事情 然后就问我 说那我拒绝了阿弥陀佛 那我要真临终了 阿弥陀佛又来了 不来了怎么办 那我就告诉他 阿弥陀佛在我们临终来的时候 你在所有杂念都不会起 我们同修都会打妄想 阿弥陀佛来了 去还是不去呢 还跟阿弥陀佛赏量赏量 然后说 我还等等会儿再去吧 或者等几年再去吧 因为这个家里事还没处理好 你等了几年 你孙子长大了 从孙子又出来了 怎么办 人世间是办不完的 但是这些分析 都是我们的胡思乱想 阿弥陀佛真正来了 我们不会有这些想法了 我们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一现前 一加持我们 你看那个极乐世界 那个景象一现前 你根本就不会想 作为同修 哪个人掉到粪坑里了 这个时候来个人 拿手伸过来了 等等 明天早上再来拉我 有这样的吗 你都知道这个是粪坑 恨不得赶快给我拉上去 你还等等 明天早上 我在里面待够 不可能的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一来接我们 才知道 这种庄严 再看看我们这个世界 看不下去了 不要说是佛呀 天人看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人就像大蛆 生在大便里面 钻来钻去的 吃这个大便还挺香的 哎呀好吃啊 天人一看 这是大粪呢 我有一次在一个公园里面 上厕所 大号 在这个正在上大号的时候 我就听到 那个嘴呀吃东西 哑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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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 我说这里还有吃东西的 往下一看 一个大老鼠在吃大便 肥肥大大的一个大老鼠 我一看了 哎呦我赶快就出去了 但是那个大老鼠不觉得 我们看到 哎呦这不就 这个中午的饭都吃不下去了 大老鼠不是 大老鼠吃的香子呢 咔哑哑哑哑哑 都有声音的 天人看我们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临终的时候 佛来接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会再对这方面 有一丝毫的留恋 所以弥陀经常讲 其人临命中时 阿弥陀佛与助圣众 现在其前 我们念佛的人 想去极乐世界的人 临终的时候 佛就现在我们面前 然后呢 世人中时心不颠倒 欧毅大师告诉我们 这个心不颠倒 就是佛现前了 给我们一个心不颠倒 不是我们自己修的 是佛现前了 那种光明 那种庄严 那种射受力 加持我们心不颠倒 你自自然然 就没有这些世间的 这些思维想法 或者亲情 你都没有了 不会在这个方面去纠结 他就给你接走了 同学们去看看 欧毅大师的解释 你就安心了 原来那个心不颠倒 不是我们修的 是佛给我们的 这个都安心 所以这个往生呢 但令不诽谤正法 信佛因缘 接得往生 后面呢 唐乱大师还给我们解释 什么叫诽谤正法呀 这个八方问答 从第一个问答到后面 卷上就解释完了 后面还有七个问答 明天我们还有一天 明天我们宴庆室的主席呢 是五点半了 同学们如果下班了 或者不上班了 明天早一点来 宴庆室的主席 请大家吃自助餐 吃完了 五点半 吃完了我们就 看表演 看完表演 听经 听完经 我们自己表演 我们大家一起唱 明天白天呢 有时间呢 大家就练一练 你要把这个 往生顿这二十四首记送啊 都都都都都都 独熟了 明天呢 我还有结缘品 供养大家 那个结缘品上啊 先不说了 结缘品呢 是表达阿弥陀佛 对我们的爱 然后 这个阿弥陀佛 对我们的爱 就是往生论 这二十四首记送 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阿弥陀佛 对我们的爱心 所以我们明天唱的时候 就能唱出 这是阿弥陀佛 对我们的爱心的 加持 大家把它唱熟了 就能背得下来 背得下来之后啊 再听讲解 你才知道 哎呦 阿弥陀佛活活的 就在我身心世界 我们现前就跟阿弥陀佛 就不分离 将来 时间到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 陷在我们面前 接我们到极乐世界 今天我们先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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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